因为我们三个人跟李一凡 他是四川牛院的一个老师 我们最早想跟他一起做一个 因为我们一直关注农村的问题 我们想做一个关于中国农村的一个问题 后来我们发现可能中国农村的城市 之间的关系我们更感兴趣 所以我们在13年 就去了北京的一些周边的农村 我们就这样的村子 像皮村那样的村子 我们去看看他们到底是什么样一个状态 后来我们觉得他们那个地方的状况 人的状况而让我们特别吃惊 所以我们就想后来我们又去了黑桥 去了很多这种村子 然后我们一起去13年去的皮村 我们想看看这种村子 到底是什么样一个状况 后来我们去了黑桥 刚才也说了 黑桥住着大概有4万左右的全国各地 来着打工的农民工 但是黑桥的那个一两千个艺术家 跟这个这几万人完全没有任何关系 他们隔了一个河 然后我们就想艺术家 大部分艺术家都在那个工作室里面激烈的这个生产 但却给他们生活的这个地方没有任何的这种 他现在都不了解这样一个地方 所以我们就是想让艺术家 我们说这个艺术家是广义的艺术家 有建筑师做音乐的舞蹈的 然后有各种各样的建筑这样的艺术家 我们就请这样艺术家去不同的这样的村子去看一看 我们并不是说希望他们去那生产一个什么作品 所以我们就是想有一个基本 我们就后来反复讨论 就是一个调查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就是不同的艺术家有以他的自己那个专业 他们去看他感兴趣的一个角度 有些涉及卫生问题 有些涉及教育 小孩打工子弟上学的问题 一些涉及什么交通的问题 他们劳动保障的问题 医疗的问题 我们大概做完最后是40个40组艺术家 一共是51位 就基本上涉及了这种方方面面的基本上所有的问题 五家意义也是等于参与了这种探讨 但我们在实际操作 我们觉得艺术家什么也做不到 那其实在这种 这种就是很在场的这种情况下 其实大家不需要艺术 或者你所呈现的所有艺术方式 所以我觉得那可能艺术家们到这个村里去调查元素 开展工作 我觉得更多的可能是艺术家所呈现的那个形式 或者是这个事情能让更多能关注 那我们觉得可能就是探讨一个挺重要的 就是我们艺术作为主体 在这个社会里的时候他能怎么做 而且我们传掉的是这种社会学式的这种方式 但是艺术家做的这种看起来是社会学的调查 他肯定是不同于社会学家的 因为他有些特别生动 特别具体 特别细节化 比如说他调查一个村子流浪狗的问题 这种社会学家是不会做这种调查的 我说这个时候可能艺术家有他自己的那种特别夸张的那种各种 他能让这种事情的这种状况能被更多的人看到 那么我们当时是有三个对这个就是艺术家如果来参与的话 广义的那参与的话他有我们是有三个一个最底线的要求的 一个是在这个村子里面你至少要居住十天以上 那么看每个艺术家他自己个体的情况 因为有的其实已经连就是说都超过一个月了 而有的是长期的感兴趣的 一直在持续的做 我之前他也在持续的在演组 然后每天呢 因为我们在那个直播他的遭遇 就是实际上像这个项目 他们我们说是好像类似于有社会学的方式 但实际上是更多的是一个个体遭遇 对吧 其实他实际上是个体事件 那么那么他是每天我们当时有要求 就是说八个小时的直播 这是一个 那么最后一个呢 我们说为了避免艺术家 因为这是专门针对中国当作艺术的一个语境来说的 就是为了避免艺术家把这个社会现场当作他的一个素材 当作一个景观来处理 所以我们说 我们说在你的项目当中必须要具有调查的元素 那么这个规定实际上是比较有弹性的 所以一个是我们为了避免他们又回到一个 纯粹是为了一个作品的这样的一个思路里面去 而更多的是要跟这个现场直接有更加直接的一种观点 所以呢我们 但是那艺术家他是有自分的创造性的个体实践对吧 所以我们说具有这样的元素就可以 那么这是对这个项目的一个三个 对就是他们去实验的时候一个基本的一个要求 对 那正好你起来这个问题我就想说 因为我们当时做这个项目的时候 包括不光是做这个项目 包括我们做前面的夏天强的这个项目的时候 实际上不仅仅是说 我们说我们要回到这个社会里面有几个原因 就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我觉得一个原因 就是当代艺术现在的这个实践的这个危机 在中国来讲 它实际上是不具有不具有合法性的 主要是我们现在重新在建立这个 当代艺术实践在中国这个这个背景下的一种合法性 就是你周近在这个社会当中 你给我们是吧 给大家带来的什么东西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我觉得也跟当代艺术实践的这种逻辑有关 就是这个艺术它始终是一种个体的实践 是与你自己生活的这个地方的一种回应 是吧 它不是一种所谓的后殖民这样的一个东西 就是说别人做的怎么样 我们跟他学一学 然后把这个样式的东西学过来 然后放在美术馆里面展展 其实与自身的处境是没有关系的 还有一个呢 我其实比较反对 就是说艺术介入社会这样的一个说法 因为艺术本身它就是属于社会的一个部分 它不是介入社会 对 因为它不是说它外在于社会 它是处在一个 中国好像艺术是从外来的 然后它现在要进入社会了 因为它以前它可以不在社会里面 比如所谓的纯艺术这样的一个概念 其实没有所谓的一个纯粹的艺术这样的概念 艺术本身就是属于社会秩序的一个部分 也就是说艺术它是一个什么形态 我们对它自身是需要警惕的 对吧 它是不是被我们这个社会秩序所分配 所意识形态化的一种实践 我们对这种实践是要警惕的 其实像我们现在做的这个项目 实际上是对我们以前认为艺术 只能够那么做的一个 实际上也是一个反驳 最开始我们做这个项目的时候 最开始我们其实还有一个过程 但是我们想 我们这个都不是艺术 最开始我们还甚至这样想过 因为我们觉得那样的艺术 我们已经完全接受不了了 但后来我们其实有一个共识 就是说 其实我们这个才是真正的当代艺术世界 他们那个不是 他们那个实际上是一幅画条 所以我们的受众也不是针对艺术界 我们也不是针对艺术界 因为你真正的这个 这有一个底色问题 我觉得我们一直认为 就艺术它应该作为社会运动的一部分 这个我也是认为 所以你不是去借过它 它本来是属于这个 就是我们自身对自身的这个行为 它是要有一个 你刚才说的就是艺术家在中国这样 艺术家是非常自恋的 它是把自身当作一个社会精英的这种的一种看法 有这样的一个 把自己当作精英社会秩序 也就是说它跟社会的一个一种权力 实际上是一个同谋的关系 那么现在我们这样的一个项目里面 实际上都是在反对这些 都是在反对这种等级质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秩序 这种不平等和不公正 跟这个都是有关 非常好 那就那就这样吧 说清楚 谢谢